哈囉 大家好 目前進到了32強的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上週的冠軍 Harry 這邊看有沒有換牌型 喔 是上上週 因為上週沒有打 我記得上上週的話是調皮對上 伊格尼斯 兩套都是第一次進到決賽的 喔 沒想到是恐龍 恐龍的話要揮 幻創龍的惡效 然後或者是 這個通招點也可以 通招完這個的話 他還需要一隻小恐龍 小恐龍或幻創龍 好 幻創龍的話 接下來恐龍在主階都不會受到效果影響 然後珠玉獸 炸掉 哇 手上都有 喔 他這樣手上很順 好 異數炸卡 然後發效果 再特招 然後再炸一張 發效果 再特招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做出神絕龍 惡效復活 廢體的怪 然後炸掉再發效果 然後惡效先啟動特招一張 這裡應該是最大陣沒錯 出轉機 然後再出延展機 欸 但這邊的終端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什麼 欸 難道是FTK 蛤 是那套欸 轉星 交換 OK 然後等一下開完效果的話 我記得他會 他會直接炸 來吧 OK 再一次 再加上 再加上 2個 3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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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一帶一 老豬克不知 這樣的話可以拔兩束才抽兩張 沒有 他是特招耶 我記得他可以放棄一次戰鬥階段 然後特招一張 因為之前我有看一個深海的水牌族 然後他可以特招深海魚 來出個招命成功 兩束才 這看起來比較像青蔚子 來 這邊跑出了 我記得這張是舊牌 少數有動畫的SR 五星點完 點他 剛好八千帶走 哇 我們恭喜Pumpkin 這邊是帶走了上上車的冠軍 非常的秀 前面以為是恐龍 沒有關係 這個Ball 1的比賽就是什麼都有可能 什麼都會發生 非常好玩 有牌組嗎 我們可以跟他要一下 沒關係 你可以期待他先進八強 好 這邊的話是Rimon 對上那男童 然後這邊是調皮 先說本家 通常調皮吃灰吃狙 就不太能動 唉 沒想到是內戰 唉唷 很了解彼此的抗性喔 調皮就是標準的一卡動作的卡片 喔 這套牌子 這邊可以做Link2 然後瘋狂刷Link直 然後效果都可以從牌組特招 調皮最強的點是 只要貓咪在墓地 他就兩次二速的弱雷 這個太可怕了 然後他要記得暴斗召喚的素材有限制喔 就如果他叫管家的話 要看他素材 恩... 我不知道疑惑的點是 為什麼這個不先開呢 哇 這邊主接後吃雨時 非常尷尬 我知道了 就他打的時候探到10點 然後停下來了 他感受到... 欸 你怎麼突然有10點 好 這邊換了Link1 場地的好處可以幫忙躲那個灰流 很強 可以躲一次 這邊接大爆走 好 那手上三招要拿去拿 不然的話只能出... 飛機 就炸彈了 好 先出... 水族這張 1 2 3 特招兩隻 1 2 3 2 3 1 3 2 3 2 4 2 4 3 4 3 4 3 4 所以Rimund 目前要做出管家 然後炸前台 現在的話可以打6000 4000 但反而做連馬魚者加3000的話 還差200 隕石剛剛有下錯嗎 剛剛把場面清光也沒什麼問題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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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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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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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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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所以有特招回來 但目前這個檯面如果沒有大爆走的話應該清不掉 有點麻煩 素材夠嗎 如果我可以link2然後補持植物呢 出雷龍融合有沒有機會解掉 花砸外就很酷 很酷 我尊重每個牌型 至少跟你互動的是活人 還是你要後面出花砸外腳本 我也沒有要來解鑽石 我就是來噁心人 千萬不要 這邊出雞然後發效果特招 剛從融合過來跳兩隻link嘛 然後這邊再撿東西回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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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方是 已經啟動那個防效破的能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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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已經被 ils握在手上了 可是他管家還是要出了吧 直接進戰機然後把 把他的龍頭術來打掉不就好 這邊特招 然後加攻擊 等下隕石轉陣 可以把三傷解掉 封得特招了 所以剛剛地的開過效果了 水的開過了 火的吸回去了 封得特招了 然後這邊有個雷擊壞獸 這裡就留個偷個女郎 不過結束的時候 雙方都可以把 墓地的牌吸回去 要抽贏 現在狗不見的話 上方的話等於是要吃兩輪的弱雷 目前Moon這邊是有 也是貓在墓地 等一下他發效果的時候可以把墓地帶他解放 然後炸全台 剛剛看到的天威龍吸引也蠻強的 他只要能夠揮流 然後出水雞 穩定就會有 會有一張仙方女爵 然後還有槍管龍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那張九隻吧 九隻太難解了 你手上也不一定會有陷阱卡 可就算你擋下九隻 第二洞還是動不了 就麻煩 還有這個 等一下上面還在想出動點嗎 感覺只要通招的瞬間我就可以炸人 因為還有兩人的機會 通招不給另個1 比完賽就來看了 沒關係 我們剛剛都看到了 我們全程目睹了 本來想說 是恐龍耶 可是他剛剛那個手牌 不管打什麼 他就算玩恐龍 先守第五康 好像也輸齁 現在就是想那兩張後台是什麼 有一張可能是大暴走 但手上 手上可以剛好抽到3素材 很難耶 一般的話是要配鳥 然後把墓地的復活 OK 第二隻貓 看這邊要不要直接link2 然後跳連馬魚者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那個 接連鎖 直接炸爛 炸1炸2就好 貓現衣的時間點要等10月 滿久 就是你要先等勇者泛爛 然後爽完之後 貓咪就進去了 然後爽完之後 貓咪就進去了 補通招link2 我記得他剛剛有把兩隻雞洗回去 直接開發出紅色的 反正 勇者推出 我們就是合一張 眼神巫收集者的鑽卡 想抗勇者的話 也可以帶那個 帶幽鬼兔 然後去炸他的永續魔法 貓現衣怎麼玩 那就沒有辦法了 他就想要你換牌啊 哇 這邊直接出炳蛙 好兇 看到炳蛙應該就受不了了 恭喜條命內戰這邊是順利拿下勝利 只要有辦法先出到管家這一手 那應該就是大優勢了 好 然後這邊再看一把 王赤蛙 王赤蛙 我現在覺得虛無空間 比較賭欸 很煩 雖然比較好解 就是你只要有辦法讓場上一張送目 喔 這邊又是調皮 調皮上面的話有一張動點 現在要考慮做完嗎 喔 頂居的話好看喔 有禁瑞瑞 然後 旋無一張送目 特招這邊抽1 然後發效果 可以拿一個上手 然後有三起跳特招 這邊3加3出千仙 然後出飢餓龍 先抽1張 OK 好 這邊效分 1換1 算賺了 九陰真金 來 我來看一下上方的牌量應該有12張 哇 先神屬性喔 這麼低 哇 先神屬性喔 這麼低 上面還有多一張灰龍 我在想灰 又要先嚼 然後 喔 吸2張回去炸掉 這樣的話就沒有動點 喔 還有 這邊丟1手 然後升Token 另2 墓穴指名者應該要留給仙仙啦 對 那難怪 難怪不敢交 欸 你怎麼讓他復活了 哇 這樣木梯會變除外區 比較麻煩 兌斗 紀博 有人是覺得 就算吃一半生命值 他也覺得寄博這個代價很賺 那我們 大爆走 那這邊屬性要解隊 然後這邊可以連鎖 如果他無效性的卡片的話就可以接 現在一樣是沒辦法弓宣跟發效果 我現在上方沒有大爆走的情況 感覺要被毀殺 好 進戰階 戰傷成兩倍 然後這邊剛好是6000 感覺墓穴指名者 把仙仙除外的話至少場空沒那麼扯 不過BFD可以扛兩層太強了 完全動不了